贵为天子的皇帝们 通常都是一脸庄严肃穆 端坐朝堂之上 每天日理万机沙发果断 还得跟全臣太监斗智斗友 一辈子都没机会交个朋友 一句话概括 当皇帝就别想当人了 但凡事总有个例外 比如明武宗诸后赵 作为一个正史里名声臭破天际的皇帝 却拥有历代统治者中最罕见的特质 有趣 其实我是一个天真火波 充满创意的年轻人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改变这个世界 有个奉行一夫一妻 还是个好皇帝的爸 作为家中独子 从小享受顶级教育 娇生惯养 还爱好武刀弄枪 整个一富二代熊孩子 没事就往宫外跑 然后被大臣赌回来 要不直接绑回来 也不发火 再跑就是咯 喜欢佛教 命名自己为大清法王 搞得和尚们一脸懵逼 喜欢军事 命名自己为威武大将军诸兽 到前线指挥 搞得武官们惊呼 这谁 还培植了一帮子亲信 人称八虎 天天称兄道弟 一起鬼混 任性的飞起 以后君臣之间 大家见面的时候 就握握手了 要不然去敬个礼 再不然 那刚刚的感觉 是不是很亲切 皇上 有大局官的他 当然知道 自己不是管事的那块料 他就让有水平的人来管好了 文官三大佬 刘公断 李公谋 谢公游 看看 基本是明朝的最强内阁 还有一辈子连黑点都找不到的大名一哥 王阳明 这时 肯定有人要拿 留进刘公公来说事 宦官乱政啥的 其实吧 刘公公当年 可是个雄才大流的改革家 尤其是在打击贪腐 查处兼命土地 给农民降税 和整顿盐铁方面 又结出贡献 乃至明通剑 认为他 执法严峻 颇有 朱元张一峰 真心不是那种武侠小说里 神经病一样见谁就破坏谁的太监 他的死 也多半是因为触及了太多世家大作的利益 那 朱后赵本人 负责干啥呢 自然是打仗啦 当时 绰号小王子的达严寒 统一全蒙古 号为忠心之主 一副成绩思汗 在世的模样 屡屡进犯明朝边疆 朱后赵记不过 翻墙出了皇宫 就去找他死磕了 按五宗十路的说法 映州大捷 十万人死战数日 明君三王五十二人 看了十六个蒙古人 战后达严寒病逝 蒙古不敢难犯三十年 看看 文官看不上皇帝亲自带兵打仗 毕竟有土木堡的阴影在 所以说瞎话的程度 已经到达一种突破常识的境界 对于眼中只有三皇五帝的使官们来说 朱后赵当然没啥水平 但 他绝对是在正确的时间点 出生在正确位置上的人 为啥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当时正值西方大航海时代 同时上天赐给了明朝这样一个对世界 充满好奇 富有冒险精神的领导人 可惜死早了 如果朱后赵死得没那么早 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有 大清法王 威武大将军之类的头衔 更有 伟大的航海家 探险家 没准还能去美洲 折腾出一片 大明皇家玉米种植园 也说不定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使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 请订阅黎视频